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经历长达数周的美中外交决力后 大陆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 终于在美东时间星期六傍晚抵达美国 大批媒体和支持者到场等候迎接 纽约当地的华人民众拉起欢迎的横幅 上面写着 光诚你是我们的骄傲 纽约华人华侨欢迎你 而随着陈光诚的抵美 美中之间围绕陈光诚事件 而产生的种种纷争也暂时落幕 另一方面 就在美国媒体对陈光诚抵美事件 进程大幅度报道 所有关心他处境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中共喉舌新华社却只在一则短讯中说 陈光诚已合法经由正常管道 申请赴美留学 并没有提及他是否已经出境 本周日 日本各大媒体也纷纷以 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抵达美国 为主要新闻标题 报道陈光诚事件 日本媒体分析说 中共放陈光诚出国 是为了在六四之前解决陈光诚案 实质是求稳而不是改善人权 独卖新闻援引中共内部消息说 中共政府仅三天就向陈光诚发放护照 是在中共权力交接 务求内政安定的重要时期 在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强烈指示下完成的 报道分析说 中共是要争取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3周年之前 解决陈光诚案 尽量消除六四纪念日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 根据以往民运人士出国后的表现有限 中共认为陈光诚出国后影响不会很大 所以才放陈光诚出国 而朝日新闻的报道则直接指出 陈光诚出国并非显示中国人权状况有所改善 日本官方电视台NHK也报道说 对陈光诚来说 他在山东的亲戚的处境 以及他希望回国时能否获得中共政府许可等 都是令人不安的事情 好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